本來這種殺喀都這種情況之下 照說在光譜上中間的黃珊珊 或者是民眾黨應該可以左右逢源 但是如果變成藍綠對決的時候 就有點是各自歸隊會被夾殺 那我們目前看到民進黨在台北也好 桃園也好 甚至於在新竹 他就是慢慢在驗收了 也在回升 也就是說他基本盤固守以外 然後再增加他的這個綁裝或百工百業 那國民黨基本上好像他就是在固守 他的這個所謂的天花板這個部分 他就是說重規重矩 所以唯一現在目前拉到拉扯到的 就是黃珊珊是最明顯 一開始民進黨 我看他找陳時中來 他已經打定主意就是說 他的戰術就是說 我只要把這些勝率的吹出來 基本盤這個固守以後 其他的就是因為我行政執政黨 我本來就有資源有優勢嘛 所以他其實是不怕的啦 OK 好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目前為止我會覺得說 我去看了一下 其實我也看了別人 郭正亮看那一份TPPS 那我也因為我們知道中廣也有嘛 還有其他單位今天有公佈 基本上那個市是一樣的啦 那我看了一下就是說黃珊珊的部分 年輕人他其實還是有民眾黨的固定 但是呢他40歲以上的其實是相當的弱 他認為說穩扎穩打 潛藍潛力都有嘛 但是呢到這目前為止的時候 看起來好像是各自歸隊的樣子 所以我是說好 回到我做一個結論 一開始小英或者是民進黨 他一直擔心就是說 藍白之間會不會有棄保啦 那所以呢 所以他不希望說兩個差距太大 那目前看起來就是全力打 這個蔣萬安的時候 就是邊垂化邊研化 這個黃珊珊珊 那是效果這兩個禮拜已經出來的 那接著因為他 陳時中已經超車了嘛 所以也沒有棄成保皇這樣子效應啊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呢 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他有這個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呢 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 這一顆一顆的這個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 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碼 來上網代購